有一个朋友准备去提一台车 是个什么车呢 就是卡罗拉的油电混动版本了 它还没有经过改款 还是以前的外观 因为有很多朋友说 新款卡罗拉不是特别的好看 今天这个朋友 他个人也非常喜欢油电混动 这么一个车型 于是都把这辆车给切了手 像这么一款车型 因为还是一个老款的一个样式 我们看一看 它这辆车到底还能值多少钱 或者说这么一款新车 大家感觉优惠出这个价格来 办下来这么一个价格 值或者不值 下面组织 我们一起去到四天上中 来看看它今天 准备要提的新款的卡罗拉油电混动 后来遇见他 陪我穿着冬山 遇喝了我的伤疤 各位老铁们看到了吗 眼前质量呢 就今天我这位朋友 准备来提的全新的 油电混动版本的卡罗拉 它这辆车呢 它不同于其他油电池混动 或者说呢 这辆车它就叫它 插电池混动 它呢是不需要叫锅里睡的 而且也可以挂绿盘 而绿盘呢 它第一不限行 第二呢 有好比较好 这就是为何 在大城市呢 我们机车后看到啊 这么一款车的一个最重要一个原因了 它呢 配置呢 是属于2020款1.8 自吸车型当中的 ECVT舒适版 新车照价呢 是21万4千 妥妥啊 这个价格 相当于是一个B级车的 像麦腾啊 帕达特 售价呢 不过才20万左右哈 我呢 也相信有很多朋友呢 就会问了哈 哎 到底是选这么一个车好呢 还是选的那些B级车呢 其实呢 我个人还是这个一行 买车呢 就尽量买一个大点的 可能啊 这款车呢 在可以赶方面呢 确实是做的很足 但是呢 如果大家啊 要是所在的城市呢 不需要现盘 或者说呢 我们每年跑的工程中呢 并不多 一南跑个一两万公里 就没有必要买这么一个 插电式混动版本啊 这么一个卡罗拉的 毕竟啊 A级车 它永远只是A级车 它无法成为一个B级车啊 那么的耀眼 1.8 自吸的发动机 最大马力呢 是99匹 自大方的那个电机哈 据说呢 这辆车 零百加速呢 是挺快的 八千秒之内 车长呢 为四米六三 车框呢 是一米七五哈 它这个尺寸 放在二十万左右的 这么一个用车当中 它真的是 算是非常小的 也包括今天这位车主呢 他也说 如果呢 他又不是啊 出去准备啊 跑个滴滴的话 他那是不会买这么一个车的 因为这辆车呢 真的啊 品牌档色感呢 真的显得并不强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车 它的内饰 内饰方面呢 我个人感觉啊 真的啊 做工预料呢 和普通版本的卡罗拉 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 这里的输入度呢 还算是不错啊 当然和其他那些车系 像每接去比的话 还是差一些 第二边空间呢 也不大 我们最近去的 没有任何鸡腿感觉 但是呢 也并不宽裕 最后呢 就是这辆车 它的一个车价啊 这辆车呢 给车主总是做出了 两万块钱 这么一个优惠啊 车主呢 还是交了个全款 相对来说 现在优惠地度呢 真的是挺大的 你说这辆车的最终呢 连上保险呢 也就是在个二十万左右啊 那感觉如何呢 花一个二十万左右 不需要交公司税 买一个种 风田的差点是混动 卡不拉值不值呢 下期还有个什么事